中不中吸不吸 然后就是 看那贺贝多真假厨子说 咱们今天全球唯一的一家 米其林三星素食餐厅 金道颜3077 还有774的服务费 你那怎么吃啊 两个699 一个1399 好嘞 就这么着 那个选是个菜单吗 对啊 这是两个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是真问之秋季是不一样的 哦 不一样不一样 菜单形式是一样的 这菜不是辣的 不是辣的 它肯定不是辣的 明气挺辣的 那会我看一节目说是 李连杰老兰 米其林三星的含金量怎么样 还没吃辣 你记得直观是鸡心吗 鸡心 你不觉得他家装修和直观很像 也是一个院子改的 这店里边的环境装修 确实到位 我们是点了两个 经典套餐 一个叫秋季菜单 经典是699 五四套餐 是1399 人家上菜的时候也没说 具体哪个是哪个 等于你们就看个菜别 看个热闹 百合脆脆甜甜 我尝一口这个鳄梨酱 它这个鳄梨酱里边加了好多东西 挺好吃 但是具体人家师傅改了什么 尝不太出来 看不到 其实就是一种海草 咸咸的有点腥 你一浇有爆猪的感觉 琵琶琶琶琶的 玉兰菜 它没有任何监控所有 没错跟你说什么味道 有没有 就能跟它相对比的 让人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 生菜 说白了它就是生菜 一种生菜 微微带点苦味 这个形状有点像分子料理 不是 它还是一个简单的拼盘而已 说简单点你说的是一个蔬菜磁身 它不是分子料理 分子料理是把这东西打碎重组 然后重新塑形 这叫分子料理 这黑不溜秋的 我本来想说摸着蘑菇 棕榈树的芯 口感像什么 像那个青皮盒的盒头仁 脆脆的 味道有点像鲜椰的椰肉 挺好似的 你还不拍一下这个 这就是浮花背后 您享受的任何浮 任何美食背后都是什么 都是人 您享受的一个高端的美食 高端的环境 背后的还是公共人 那都没看到点菜机器人 你纠结的是那个机器人吗 我从来的科技发展就是这种 咱们不抵制科技的进步 咱们也不会抛弃说传统的加工工艺 加工技术 刚才咱们表达了高端的服务 高端的美食 高端的环境 它背后永远是人 是为您服务的厨师 是为您服务的工作人员 再高端 它的背后也是这个 人的服务有任何 你看上位去业业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事 他就跟你讲不通 你们三个人为什么必须点一样 打算 这样一定能给你讲出来 这差的什么 差的就是服务质量 你很诚意的告诉我 你三个人就必须吃一样 到这来这会告诉你 你三位点不一样的 上菜顺序 上菜时间不一样 可能两位 试着有一位就得等着 会很肝脏 可能三星跟一星差的就是这点 论预言的艺术 这话是王四龙让我说的 他本人是左扁子 人家服务人员一看他是左扁子 把餐具位置给他重新摆了 西餐厨子 我对这种沙拉类的 就不感兴趣 像您见过那么多 吃过那么多的话 现在打动您的 您这种新颖的口味和形式 我不在乎任何的 任何的肉和形式我做东西的时候 我只看重的是味道口感 可以从左向右来使用 大口味是从清淡到冷却炸壁的 好嘞 谢谢 人家服务人给讲半天 我一句都没记住 服务人说是从左到右 味道从清淡当冬月 这菜叫什么我都给忘了 挺好 外边用豪车菇卷上 然后一个红色的汁 微微带着甜烤一烧 好秀气啊 他们俩做菜真的好秀气 牛肉果里边卷的是山胡桃仁 还有一个脆脆的东西 刚才人家说这叫什么米糕 这就是被猪拱出的那个蘑菇 你看上面还有黄金的 松露可能你们很多人 不能接受那个味道 它味道很极端的一种食材 米糕啊 就像他说的是一个一个的 从清淡到越来越重 挺好事 真挺好事 松茸土瓶蒸 走一个 咔着它 服务员说这里边就是松茸 加什么蘑菇 加水 加玫瑰盐 蒸出来的 除了盐以后没其他任何调料 我都不说 这锅蘑菇汤好香 你要担心是尽嘴喝汤 看这个汤不像酥汤 因为松茸那个味分异常处 不错不错 这是一个汤跳火 雪莲子蜜豆美人米 鸡箱米插上一个什么东西 煮熟了一个清炒的 像是这 西餐有一个有名人甜食 就是红柳梨 刚才我问的那句 你们家做菜都不用酒了 因为我第一眼 我觉得这可能是红柳梨 结果人家说是羊梅煮的 梨是脆的 微甜 然后确实有羊梅的味道 炭烧松柏豆腐 这一集出镜好几次了 松露 里边有馅 在那现在看不出来是什么 我一看就知道吃什么 什么呀 腐竹 那你外边是什么呢 在个鸡蛋 你说对了 是腐竹 然后外边这个 你说是鸡蛋还是什么 可能也对了 这么点 一炸到门了 他们俩做菜很秀气很惊喜 三杯羊豆腐 这是那个1300套餐的 算我给你切一刀吧 因为人家说这里边有馅 我也知道什么馅 蘑菇 你就知道挪着蘑菇 羊豆腐 笋和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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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蘑菇蘑菇 我真没吃完那是什么蘑菇 这个菜挺有创意的 这点心还是西餐出菜的方式 所有出菜的方式是西餐 但是人家给的菜制作方法都是中餐的 但是它在厨房预营模式 就很西式化的状态了 你看刚才这里边 底下的这个西凉花和芥兰 简单是个清炒 上来是热的 上面那个羊豆腐卷也是热的 这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做这两个东西 一个师傅做这个西凉花 一个师傅去做那个羊豆腐 然后披到一个盘子里吧 点心西餐厨房里面那种叫 团队协作的出菜的方式 中餐多数是就是 这一个菜一师傅一口锅 是热是热是炸是烂出来了 西餐这盘子里面 我的肉 我的配菜 我的薯食品 还是叫碳水化合物 可能是三个人 没说我还有一个做汁的 可能会四个人 最后拼到一个盘子里 四个人做一个菜 他们家做菜比那家精致 那家只是学到了一个西餐出菜的方法 没有学到说西餐做菜的那种东西 搞得你那个就是把一个中餐的菜 放到一个西餐的盘子里面 中不中吸不吸 然后就是 我有点吃不动了 我松松的凭一己之力吃两个套餐 虽然它是素的 我也扛不住我 这送不送公伤 一切都是为了粉丝给你们盘子 不 他们会骂街的 你看那个胖子 他吃的挺开心的 我有点多人营生啊 这事干的 上面这就是面包丝加上海苔炒的 然后它里边这个呢 山油泥 加上一些胡萝卜啊 什么什么东西 你不能给抛弃的太狠了 那这有点多人营生的一个感觉了啊 青蛤牛肝菌居南瓜 我真有点吃不动了 奶酪是真的 它里边这个青蛤和牛肝菌炒的很香 还有几道菜啊 后面还有六道热菜 然后还有两款点菜 我是被你平时的给撑起的 主要是为了大家 真菌满腾香 它的汤啊 是蘑菇和南瓜的味道 咸咸烤 各种的各样的蘑菇 这是一个半透明一条条的 吃着滑滑嫩嫩 感觉就像牛肝菌的口感 它真不是牛肝菌 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呢 说白了就是一个素菜的胡萝卜 咱能不太重视了吗 胡萝卜 你为什么没多少东西 你怎么不吃啊 你不吃就全让我吃啊 西甘菌竹筒饭 我闻到的是竹筒的味道和蘑菇的味道 它这个米和蘑菇 刚才他说是炒过的 放回竹筒里再去蒸的饭 我吃的还带着一点点的辣味啊 但我实在吃不动啊 嘴上或者不要身体倒很清晰 你不知道被大家吃的阳城的是哪多好吃 广州 广州 那啥呀 咩 他们的碗包叫阳城碗包 咩呀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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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出餐形式和上菜形式上和那点一样 也是西式套餐的形式 总体来说餐厅环境 物质量和菜品质量真的都很好 这家属 Trinity妹的凯 但是他们家真的好贵 对于米其名三星你有什么看 那有我不管 我只说吃着让我舒服 他家这边让我吃着很舒服 13996多的如果他们来你推荐哪个 我觉得哪个都贵 哪个都很贵 就要说长鲜啊 就哪个便宜来哪个 我推荐980的肉鸭 王租龙现在这货已经完完全全的被牛排征服了 知道吗 在他的眼里牛排家已经算是经济实惠的了 明白吗